吳振宇、黃婉芝這一齊出席音樂劇記者會 宣布由8月底開始演出13場音樂劇 黃婉芝這次新兼多職 除了負責翻譯劇本、監製演員之外 還親身上陣為記者會擔任私儀 其實我 像今天我為什麼要當這個MC 其實因為我就問一下 如果邀請其他人來做的話 我這個邀請費 可能我們要賣很多張的門票去翻譯 所以我就說 因為我其中一個身份就是 帳戶會記 然後就覺得不如要盡量親一親為 而鎮宇哥原來在接這個音樂劇之前 就已經開始秘密練兵了 其實在跟他談演出之前已經有 因為我不清楚 因為叫我音樂那個老師說 以為我是來之前學了一年就是 不是學唱什麼歌啊 學唱那個合音 他說為什麼你要學這個 我說我幻想有一天 就站在某個歌星的演唱會 因為在黑燈下唱那個合音 我覺得很很帥啊 這個感覺 因為人家又不知道是你 但是你又演出那個興奮 我總是覺得在 合音在黑燈下那幫人是最帥的 所以我想學一下這方面 可以看做這個 很好的 大概那個人 我們會不會 幫人 幫我